那她会凶孩子吗 她其实是凶的 因为她的爸爸 对她的教育方式 就是讲话比较少 然后吃饭不聊天 然后就是严妇 她以前在Jasper小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突然间Jasper长大了 她就很像一个严妇 那有时候我会传信息给她 比如说我出门了 我说那你儿子最近 可能心情不太好 可能是因为班上有一个 喜欢的女孩子 怎样怎样 我说很正常 不要激动 首先先不要激动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不好好念书 跟她讲说 这几个很正常的事情 你先不要把话题扯开 我先告诉你 你等一下大家吃汉堡 然后吃汉堡的时候 跟她讲说 爸爸曾经小时候 也喜欢过女生这样 我还要说这个 然后好了 吃完饭回家了 我就看我儿子在那边玩 我怎么样 今天爸爸有没有跟你聊天 他没有跟你聊天吗 他叫我好好念书 我好还是这一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